數矩陣以及增光矩陣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上面那個第一個重點那邊 基本上都是用那個什麼 加鹽教訓法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要利用矩陣這樣子的東西 去算出來我們要的 的那個結果 那就像剛才一個自己朋友有講到 矩陣這個東西呢 這個數學呢 威力非常強大 它不光只是可以解決這個位置數的問題 它還可以解決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個有關於這種所謂的統計 也可以用到 然後還有這個機率也可以用到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什麼是係數矩陣呢 簡單的講 就是把位置數前面的係數呢 全部把它填上去 就是所謂的什麼東西 係數矩陣 然後你把它畫起來 OK 那馬上舉個例子 你看這邊 先做個例子 比如說這邊 2x加y等於3 x-y等於5 我如果只有寫 前面係數的部分的2x1跟1負1的話 這個就稱為什麼東西 就稱為係數矩陣 會啦齁 好 那什麼是真光矩陣呢 就很簡單 最後這2地方的那個3x5的常數項 也把它寫進來的 就稱為真光矩陣 OK 所以係數矩陣跟真光矩陣應該很簡單吧 係數矩陣就是顧平私利 就是只看了x-y的那個前面係數 真光矩陣呢 就是你最後的那個數字也把它寫進去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你寫到的這個就稱為所謂的真光矩陣 那這邊有個虛線對不對 代表右邊就是代幅吸 就是等 那通常我先說一下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我會把虛線拿掉 阿你不然就記住他講的東西就對了 阿最好但是把它保留下來是比較好的 OK 可以啦齁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這邊你把它打10顆星 這個是這個章節的超級大重點 就是 矩陣的列運算 那列運算的目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之所以 等下我們會教什麼叫列運算 但列運算的目的其實縮穿了 就是 為了要把那個位置數怎樣 你知道嗎 把它變簡單 然後當然路有0是最好的 OK 那它的概念呢 其實是利用什麼東西 剛才我們教的那個 加連交距法 加連交距法 然後呢 我們不管位置數 只管係數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些運算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那開始看囉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這邊 譬如說這裡寫的 5R2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要記一下 什麼是5R2 5R2的意思指的是 第二列乘上5倍 所以看到它變成這樣子 那為什麼乘5倍 一定是有某個原因 比如說我要問它變成成數 所以記一下喔 5R2 所以看之後你要自己記出喔 如果我從前面這個矩陣 換到後面這個矩陣 中間有出現一個5R2的話 指的是r 這個r就是r的意思 就是列的意思齁 第5列 然後乘上5倍 然後呢 到這個結果 OK 然後呢 如果這寫是5R2加r3 是什麼意思 5R2加r3意思是 我把第5 第二列有沒有 乘5倍之後呢 加第三列去 這樣加第三列去有沒有 所以這個看這邊 這邊先乘5倍 然後呢 就加到第三列這邊 有看到嗎 可以啦齁 我現在只是先介紹一下它的符號的意思啦 好 然後如果是對調的話呢 就這樣寫 我們就寫r 然後呢 23 23的意思指的是 第二列跟第三列的對調位置 這樣子 會啦齁 那列運算的好處是說 不管你怎麼去做計算 最後的結果呢 都會一樣 就答案已經是固定的 這樣子 會啦齁 OK 可以嗎 然後呢 第四個你要記一下這邊 列運算的反推 就是 剛才上面講的這種列運算 都是可逆的 可逆的意思是 我可以反推回去 聽懂嗎 比如說像原本的乘K倍 你也可以怎樣 反過來變成K分之一 然後還原回去 這樣子齁 然後後面都一時再推 我就不講了 可以嗎 可以啦齁 再來 這個後面就是最重要的幾個東西了 5 6 7 是最重要的 來第五個一樣打10顆星 好 那什麼是簡化矩陣呢 簡化矩陣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利用列運算 把它圈起來 把真光矩陣的左下方 還有右上方的數字 盡量變成0 像這個就是 你看這邊 這個是個真光矩對不對 看到沒 我先說 不見得每個都可以變成0 但是我們希望下面的0 越多越好 也是一樣 上面這個地方的0 也是越多越好 所以我們講的0是 你看這邊 包含這個325 因為這325其實就是那個 係數的部分 我們講的是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對角線旁邊 這個地方的0 跟這邊的0 盡量出現越多的越好 這樣就稱為所謂的那種簡化矩陣 那當然要利用列運算去算 OK 可以啦 那像這個的話 其實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說 假設這個第一行有沒有 這指的是x 第二行呢指的是y 第三行指的是z 其實相當於x的3 y的2 z的5 你的意思是一樣的 有看到嗎 會啦 OK 所以你自己看得到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希望左邊跟右邊 即將都出現0是最好的 左上方跟右下方 講錯了 左下方跟右上方才對 OK 那當然你可以利用那種 所謂的互換位置 讓你的東西變成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 OK啦 那當然是最完美的情況 那如果萬一沒有的話 至少我們都能夠做在下面這個情況 你要輕打10顆金 第二個我們介紹的叫三角化矩陣 那什麼是三角化矩陣 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鑲蓋那麼完美 所以呢我們只能做到左下方變成0 你把它圈起來 左下方變成0 OK 那這個稱為什麼東西 這是三角化矩陣 好 那結果就變成就是x 這邊 這是x 這是y 這是z 然後這個是係數 結果變成的是x加2y加z 還有呢 y加3乘4 然後呢z乘2 然後由這個 z乘2 就擠到誰 擠到y 然後y擠出來就把x擠出來 就反推回去的意思 這樣聽懂嗎 所以至少你可以先說到左下方變成0 這樣子 OK 那其實事實上不告訴你實話 左下方如果可以變成0的話 那右上方一定可以變成0 只是比較慢一點 OK 可以嗎 可以 好 然後最後一個呢 也要請打10顆金 叫做高思消去法 好 那高思消去法的話呢 就是 呃 我們 利用 就是我們可以很有系統的把 利用這個所謂的列運算 把剛才講的那個真 真光矩陣呢 把它變成簡化三 那個矩陣或三角化矩陣之後 再把它還原回去 OK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OK 好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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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